无论怎么筛快筛都是两条线 让解隔离民众更焦虑 绝中心放宽确诊者隔离七天后 无需快筛即可出关 但仍有民众发现 第八天第九天甚至到第十天 自行快筛怎么都是阳性 到底能不能出门 确诊的个案阴阴阳阳 很多的碎片的存在 可是它本身是没有活性的 没有活性 它就没有传播给别人的能力了 根据美国研究 欧木孔病程短 大多在感染数日后发病 病毒量在五天内达高峰 接着就会往下降 但有研究指出 其实有约71%确诊者 发病四天后快筛阳性 甚至高达20%的确诊者 发病十天后也是快筛阳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还是该自我隔离 大概第五天以后 我们可能虽然是阳性 可能就培养不出来了 就把口罩戴好 那尽量不要跟不特定的人接触 那聚餐这个时候当然要避免 指援中心强调完成七天隔离后 就不必太在意快筛结果 但医师警告仍有例外 若解割力后症状持续 以及免疫力低下族群 恐怕仍有传染他人风险 你有发高烧 你还是有在烧的话 你可能还是具有传染力 因为病毒在你身上是活跃的 它会刺激你身上的一些发炎 医师表示 快筛阳性代表体内残留病毒片段 若症状轻微或无症状 不用太过惊慌 做好自主管理 无需让两条线成为压力 第二周天想想与SNG台北采访报道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 感谢观看